让乔山出演男主彭景熙 绝对是导演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你是领导啊 啥领导啊 我就干活的 你现在不是领导 进来之间的事 那现在这么忙 这白天还不休息 这啥我 我去吃个牛肉 上面呢 上面呢 好 我过去看一下 其余一哥秒变有酷一哥啊 这忽悠人的功夫如此娴熟 看来这是绝对没少的 在筹拍电视剧城中踏浪时 导演遇到的难题 剧组即将开拍 那个憨厚搞笑的男主彭景熙 还没有合适的演员 因为是不小成本的年代创业喜剧 所以演员片酬有限 思索再三 导演突然想到了 在沐浴之王中有精彩表现的乔山 这出色的演技 在电影《沐浴之王》播出后 直接造就了乔山喜悦王的称号 那出演男主彭景熙肯定一点问题没有 导演当即对乔山进行决策邀约 接到邀请的乔山非常高兴 出演主角这样的机会 可来之不易 于是连剧本都没看 直接就答应了导演邀请 紧急来到剧组后 乔山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仅是个准大学生 还有位貌美如花的女朋友 哇哦这人生开场极巅峰 然而好景不长 乔山因无力支付学费 冒险进行投机倒把被人举报入狱 在出狱后便开始了资产永装售卖 再一次次摸索中不断进屋 更是在发现商机后立马行动 不得不感叹 乔山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真强 真不愧是成为县里万元户的第一人 本是冲着乔山看的乘风踏浪 却直接被广坤书吸引 笑死 不怕广坤个头暗 就怕广坤有流行 创业清喜剧乘风踏浪开播后 原以为乔山会一如既往地承担全剧笑容 万万没想到 竟会被被谢广坤饰演的罗师傅笑喷 你操我不要脸 还要跟我姑娘搞了一下 你跟我这样匹配吗 我哥没在家给我 你给我 这一幕找上门蜡街的行为 像极了多少反对儿女恋爱的内心写照 多少有点个人情绪在里面 然而没想到 俩人眼着眼着直接互掐上 就这还不过瘾 广坤叔直接现场指导 这指导可谓是出神入魂 直接给自己当场气晕 接下来的戏更是看点失足 为了弥补之前对长辈不见 乔山一家就不得不上门道歉了 这不得增加点难度 广坤又突发奇想 自己演的就是个不好惹的角色 怎可能这样轻易放过他们 假装睡觉被打扰 直接来了一波输出 笑喷了 这是薅头发被薅怕了 不得不说这赛道除了谢光 没谁能诠释出来这效果 可打脸来的就是如此之快 出门就听说 乔山成为县里第一个万元户 直接就提着东西上门一阵猛夸 变脸速度真是比翻书都快 就这能屈能伸的镜 真是不得不配 不过咱就是说罗师傅这个角色 真的不是为广坤书量身定制的吗 鲍贝尔只是让卫祥客串的富豪 谁知一出场喜剧感瞬间拉满 笑死 在愁拍电影《大反派》时 对于剧中的那个富豪方总 鲍贝尔在看到剧本《大纲》时 就认为这个角色卫祥可以出演 产生这想法后 立马就联系卫祥出来吃饭 身为多年好友的卫祥接到电话后 立马约好吃饭时间 听完故事线的卫祥表示非常有趣 当即决定出演这个角色 在《大反派》准备拍摄前夕 本就不太会跳舞的卫祥 被鲍贝尔告知需要和克拉拉跳之舞 卫祥当即跟鲍贝尔进行协商 是否可以取消这段剧情 协商无果后的卫祥 专门请了拉丁吴老师进行一对一教学 无奈动作还是记不住 在《大反派》正式开拍后 卫祥只得硬着头皮上 甚至跟观众来了一波极限拉扯 此时的卫祥烂乱没响 后面还有更难的是 在自己被鲍贝尔绑架时 以为装有防弹玻璃的自己极为安全 谁知下一秒车门就被打开了 被绑架后的卫祥被要求交付赎金 打电话让女朋友来赎人时 直接前排吃了一锅瓜 老妈 我知道我穷 配不上你 可我真的爱你啊 我就是一个不孤独的女人 我就是想让你把我的家 现任男友在线围观女友和情夫极限拉扯 也太搞笑了吧